文化成功 文化成功 我會軟化一下 前面的十年 以及未來我意見 for the future 看要不要跟大陆来谈和平协议 那么要的话 它必须有三个前提 第一就是要国家需要 第二要民意支持 第三要国会通过 那民意支持的部分 我们特别提出来 需要经过公民投票 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强的民意支持 所以我们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那么国家需要的话 也必须要两岸有非常强的共识 目前比较看不出来 在我下一任有这样的机会 两岸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和平的曙光也已经出现 但是确实中共在大陆上也部署了一千多枚飞弹 那么台湾当然会感受到威胁 这个事实很早就存在 在我们上任时就存在 那么我们的做法呢 第一 继续推动两岸的和解 我刚刚说过 我们上任的时候 跟大陆一个协议都没签 现在签了16个 那签了16个之后 两岸的和平是不是有增进呢 当然有增进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方 如果他要用非和平的方式 来处理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就会严重的倒退 我在好几个月前 就公开的呼吁 中国大陆不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不要用任何的行事 任何的理由介入台湾的选举 这个是我一贯的态度 至于说台商 他希望能够回台湾投票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目前在大陆的台商 有几十万人 甚至有人估计超过百万人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选举制度 还没有办法采取通信投票 所以要投票一定要回来投票 那他愿意行使他的公民权 我们政府只有欢迎 我们政府应该鼓励 所以说他能够取得 我们也在帮助他取得更方便 更便宜的机票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努力 所以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 他们应该回来投票 但他投谁 我们管不到 那你对中国大陆的新的领导团队 有什么期待 特别对可能成为下一任 新领导的习近平 有什么印象和期待吗 谢谢 是的 大陆在今年明年 都会有他的所谓的领导人 是在交替 我们实际上呢 从我们一上开始就在注意 因为他的发展不是突然的 这是逐步的形成的 那么 大家讨论当中的 未来的领导人 他的政策 他的风格 跟他可能采取的方向 我们都经常密切的注意 但是从整体来看的话 我们看不出来 会跟现在的大陆的领导人 有重大的产力 尤其是就两个关系方面 在台湾没有市场 没有人支持 所以我们看到 从胡锦涛上台之后 他大概是2002上台了 之后呢 就开始做了一些转变 也就是说 他的一国两制并没有改变 但是他除了在正式场的题下 平常比较少题 因为他知道 这个政策在台湾没有市场 那他现在强调的话 反而是两岸的和平发展 关键方说 他知道 他知道 他最终的目标 短期内没办法实现 所以他必须用 比较和平的 比较和缓的方式 先让台湾 能够双方发展出一个 比较友好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主张的呢 我们刚刚讲三步 不同 不独 不武 我们不独的政策 大陆当然是欢迎的 但是我们同样的强调 我们不会跟他谈同意 换句话说 我们的政策是维持现状 而维持现状 对大陆来讲 也是无害的 对他来讲 他并没有 因为这样的损失什么 相反的 因为我们维持现状的政策 让两岸的交流更为密切 他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了解台湾 他为什么要反对呢 同样的 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 去让大陆了解我们 你不要说别的 在场这么多国外的媒体 来看台湾的总统选举 各位知道吗 有更多的大陆人 不论是学生 记者 或者是其他人 在大陆在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 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不是靠学的 所以他们对我们 会非常有兴趣 所以已经差不多有十年 大陆很多电视网络 都在转播台湾的选举 这是大陆里没有的东西 那这种影响是非常长远的 不是说一个晚上就会有改变 但是慢慢慢慢的 让两岸的人民 开始去思考 一个国家是要怎么样来治理的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是要怎么样产生的 人民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些真正关键两岸 未来发展的一些因素 会一步一步的在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